近期,中国科研人员通过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发现一个名为M7EE的脉冲双星系统 并确认系统中半星围绕脉冲星旋转轨道周期为53分钟 这是迄今科学界发现的最短轨道周期的脉冲双星系统 该科研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21号在国际学术期间自然上发表